当初选择这部戏 它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关系 是比较吸引我 有血缘关系 但是又非亲生的父子 然后还有一个儿童心理医生 这种人物关系的话 我觉得会产生一个特别有趣的故事 因为有两个炉灶 我想要让你们面对面 一个在里边 一个在外边 就是完全是对质性质的 抽袜子什么的 让它来出来 一对话 要做早餐 它就出话了 就剩两个我让人一做 反正整个调节就是这一块 三个人先进来到这 然后抱着它进去一边 然后客家也没人表演 第一次进到导演的时候 扑面而来就是那种很自信的感觉 其实你的 你的真实的想法是 本来是 意思是说要让他睡床 不全躺在床上 你看 就稍微一小子这样都可以 多余的话不太不太讲 但是字字会戳到你心里 就像你逗他那样 只是他 只是你 反应了一样 然后你还特意戴一下 你知道他什么意思 让你去消费的人 嗯 不为难 哎呀 这可能就小小的又有一点点 小小柔软就出来了 嗯 在我们整个的拍摄过程中 大家的整个的创作态度还是非常积极的 尤其是哲鸣和一玄 因为本身他们有的男女一号 所以说他们可能对这个戏 本身又倾注了很大的心血和精力 大哥你终于想到我表现很欣慰 你终于想到我表现很欣慰 就是你稍微夸张一点 就多可爱啊 因为他是编剧出身 在于文字上的一些想法 我是很认同的 纠正我一些在台词方面的问题 其实你这个大哥这样的 就这个好玩你知道吗 嗯 大哥 确实也是给了很多空间 压扎了米线上 笨屁事 对 对 可以可以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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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加这么点台词啊 给我的感觉是比较温柔的这样子 然后也非常好相处啊 对 然后给你收完 可以 比如说拍戏的时候 你走戏的时候 他也会就是 给我们自己发挥的空间 这样子大家去更好的交流嘛 希望让我们 好好好 抱着转 爱的华尔兹 你可以啊 你能抱着多大扭转吗 我先扔他的脖子 然后再问他敢不敢 对 敢 让他亲了我 对啊 好吧 在我们拍摄之前 导演 导演也帮助我们百分之八十或者九十的去了解角色 你真正爱情明朗化的那种嗓疼就不一样 你眼神都不一样 对 就聊一聊 就聊一聊他对于决策的理解和反问我们对于决策的理解 然后跟导演在一起碰撞一下 要是我跟以悦在现场有什么想法的话 我们就会跑去跟他聊 我会停个一下接一个啊 我相信你 你相信你 找到适合你们两个 聊他 放手和相处模式 要是哪一个位置不顺的话 然后他也会主动来现场 就会主动跟我们聊一下 我觉得相处的还蛮好的 然后我的里面很多那个衣服就是在他们男生看来是奇奇怪怪的 我要往前吗 你再近一点 你往那右手走 导演我觉得他就是特别好 他有时候他说我们就尝试着去理解一下青岩的审美吧 就是他也会接受不同的那种观点 就他会觉得还是可以尝试就是去理解的 其实那个你当你说的火锅的时候 其实温顾这个就 你摆得再稍微 再慢一点 就是 你就相当于摆鸡人似的 就 对 对 对 我知道你出场戏 这好紧张啊 我也紧张 我词都被了十遍了 那你都太棒了 其实在创作中 我们其实都是在不同的碰撞和摩扣中 然后我们觉得才能呈现出更好的东西 比如说有一次我们在拍那个活动山庄有场戏 然后 这场飘我觉得 既然是要飘 那肯定是要吸 就是要叫吸 何小燕从她的洗手间走出来 其实她原剧本里其实是 就那么大约是0.102的那场戏 当时我想的是 我觉得这场戏 是不是我们可以设计更好玩一些 其实我们当初我们三个在讲这场戏的时候 就想到了我们其实可以设计出小的互动 你看看这个就 这个就你知道吗 这个一下子很尴尬 这一下子一开了就 你知道吗 包括女学校给了几个点 然后包括哲铭也给了几个点 其实这场戏整个拍下来是非常有趣的 尤其是这又是一个比较年轻化的一个戏 我觉得他们能够把他们自己的一些本身性格里边的东西 能够跟我们剧中人物有贴合的 所以我在表演上的要求已经达到了